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李潘 在今天分享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我叫夏柏云 我第五次向珠峰发起冲锋 看完这段视频 我相信您一定会很震惊 夏柏云老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可是就在这样的节骨眼上 有一名队员走失了 夏柏云和他的队友 李国良 扎西外出寻找 三个人不顾危险 冒着风雪寻觅了好久 才终于在山井上 找到了那名走失的队员 这名队员双脚严重地冻伤 嘴里一个劲地说着 我找不到我的脚 我找不到我的脚了 见此情景 扎西毫不犹豫地 从自己背包里掏出了自己的睡袋 把这名冻伤的队友塞了进去 和夏柏云一起 把他捆扎起来 带了回来 夜晚 帐篷被风撕扯 发出巨大的声响 夏柏云睡不着 听见扎西浑身打颤的声音 头灯下的扎西没有睡袋 扎西的睡袋 用来包裹那名冻伤的队员了 扎西紧紧地蜷缩着身体 意识模糊 看着已经冻得快要失去意识的扎西 夏柏云陷入了沉思 这可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呀 要知道 这是海老师的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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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离顶峰仅仅只有94米处被迫下撤 然而四肚玉卒都没有让夏伯瑜放弃他的梦想 终于在2018年5月14日 这位69岁失去双腿的老人终于攀登上了 梦寐以求的珠峰之地 我们来看看《攀登者》这本书中 是怎么来描述这段壮举的 四十年后 天气晴了 我们来看看《攀登者》这段壮举的梦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来看看《攀登者》这段壮举的梦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无论是当年选择把睡袋让给队友 还是在失去双腿之后继续选择坚持登山 夏伯瑜的每一次抉择 都充满着无比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 正是这份勇气和信念支撑着他 度过了一个一个的难关 其实不管夏伯瑜最后他的双脚是否是站上了珠峰的顶峰 只要他敢于迈出那挑战的一步 他就践行了永远攀登的中国精神 好了 感谢今天我们一起来共读《攀登者》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